品牌是企业永续经营的关键之一 对于历史悠久的老企业尤其如此 从碳酸饮料起家的黑松 以专业饮料公司自居 82年来已经发展出超过90% 以上的饮料产品 十多种知名品牌 刚开始的时候是做汽水 就是所谓的白汽水 到了民国39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有做沙士 到民国58年的时候 我们就台湾农产很多 台湾的所谓的番石流子 我们在斗六设了一个工厂 我们去跟农民去做 还特别选的种 中山芭乐那个子 做番石流子 那时候叫番石流子 后来改名叫做芭乐子 到了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台湾冠状咖啡发展的时候 我们又开始去做那个欧香咖啡 这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最近就是在80年90年 这一段时间我们又开始进入做茶饮料 那个运动饮料 这些我们通通都有在生产 所以已经从碳酸饮料工厂来多元化 每一个碳酸饮料品类 我们几乎都有产品在 变成一个全方位 每一种品类都做的一个专业的饮料厂商 跟台湾饮料发展息息相关 身为台湾第一家碳酸饮料工资 黑松汽水的发展 其实就是一部台湾饮料发展史 也是国内少数以自家产品成立博物馆的企业 走访黑松饮料博物馆 看到饮料容器 从早期的玻璃瓶 慢慢演进出铁罐 铝罐 宝特瓶 当年还是国内第一家 引进易开罐的企业 随着饮料品项和种类的增加 以及市场定位的考量 黑松旗下的饮料 也慢慢发展出不同系列的品牌 有的公司是说我一个品牌 就所有的商品都用这个品牌 那黑松现在是采取是 同一个产品呢 我们肯定有多种的一个品牌 譬如说我们的咖啡 我们就有早期我们叫欧香咖啡 后来又有伟恩的咖啡 就是有多种的一个咖啡 茶我们就不叫黑松 我们就叫旧式茶 那现在就是黑松汽水 黑松沙士 那像一些运动饮料 我们就叫Fin 健康补给饮料 我们就没有使用黑松这个牌子 那果汁我们就用绿洲的果汁 所以有很多产品 其实你是喝到是黑松公司出品 但是你其实是不知道 除了多品牌策略 行销通路也从早期的咖啡店 延伸出便利商店 量饭店 乃至于随处可见的自动贩卖机 这些变革一方面是精益求精的精神 另一方面则是因应国际品牌的进入 黑松开始注意到广告宣传的重要性 电视台的发展跟我们的广告的发展 也是几乎我们电视台开播 我们广告就开始上了 然后台湾的我们也很早利用广告公司 民国63年的时候 联网公司它成立的时候 我们是它第一个客户 我们跟它合作三十几年 一直带动 所以我们这几十年来 利用现代化的通路 利用现代化的行销的手法 推动我们的黑松的各一个品牌的 一个带动发展 应该讲说82年仍然在市场上能够存在 透过繁多的广告种类 黑松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电视广告 黑松的广告经常和时事结合 同时几乎都有搭配的主题曲 因此广告推出不但令人印象深刻 也顺势捧红了许多明星 黑松那时候用代言人有一个 有一个应该讲说 有一个哲学啦 或者是一个惯性就是怎么样 我们不太用那个已经很成名的 大概是刚刚要冒出头的那个 那个歌手 代言黑松的广告或者什么的时候呢 大概一两年之内就会红起来 红起来那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广告量算是多的 十年前或二十年 我们广告是在大概排在前十名 那现在是不一样了 现在是排在比较后面 尤其三台那个时间 大概都是前十名 所以只要透过我们广告过去 去传播了 它很快就可以获得很大的 那个很好的 很多人可以接触到很多 所以有很多唱片公司的 有那么新推的要艺人 要出唱片 其实都会先找我们 行销网已经划出台湾的黑松企业 光是台湾地区 还是以老产品黑松沙士卖的最好 从民国39年上市到现在 已经卖了55亿瓶 民国20年开卖的黑松汽水 也累积了26亿瓶的实力 尽管如此 黑松还是根据趋势 不断研发新品种的饮料 一般来讲饮料业 饮料这个产品是一定要推陈出新 那这个产品呢 台湾的饮料市场 大概一年大概451到500亿中间 那每年有多少个 就市场上会有新产品有多少呢 大概有 也有大概四五百种的新产品 但是这个新产品呢 到了第二年仍然在 比如说便利商店的货架上面呢 大概是不到百分之二十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会存在 就是五分之一会存在 像我们要支撑我们的公司 这样的一个永续的发展的话 我们一年的新产品的数量 大概都在二十种左右 但是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可能存在三种五种 可能只存在三种五种 但是我们每年 这几年来 大概都维持在二十种以上 重视研发的黑松 看见台湾饮料市场的饱和 因此早在十年前 就着手研发生技保健饮料 同时也将事业发展出 土地开发利用 以及境外投资等不同项目 82年的老招牌 并没有减缓黑松的脚步 以饮料制造为核心的黑松 正以跨国集团的目标迈进 未来在海外地区 将会越来越容易看到 黑松的产品